尊敬的最同修最厚法最大的大家早上好阿彌陀佛 我们继续借这个因缘再跟大家来讲讲话 来研讨佛所说的一些理论 其实这个疫情 经过这个疫情的发生 有很多好处 比方说平常我们学会的义工每个礼拜天 今天礼拜六忙着这个煮菜啊 哪里啊种种的一些事情的杂物啊 现在也没必要煮了 也不用很忙 也不用搬东西 也不用搬来搬去 好像搬家一样 把阿弥陀佛搬过去 然后就把阿弥陀佛搬回来 搬来搬去 你看 阿弥陀佛蛮可怜的 你看我们血迪尽忠血位啊 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好可怜啊 搬了十几年 以前更糟糕 把那个小的念佛党的三尊 西方三射每一次做三十七 你看 哇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真的很糟糕 这个疫情啊也好 很多好处 大家在这里也可以 坐着 比我们在这边共修好 对不对 老蔡管师兄 你看 没必要穿海青啊 也没必要站着 你看坐在沙发 你看多舒服 他们也共修之前 可以准备一杯咖啡啊 咖啡拉提啊 卡布奇诺啊 饼干啊 种种的 你看 在家里全部都俱全 多好 你看 没有开车 回家 这个共修完 把课本收起来 直接去吃饭 多自在多自由 所以啊 这个有一个好处 很多好处 虽然这个疫情 让很多世界的人 损失啊 种种的经济啊 会影响很大 起码这个经济啊 也至少五年 才能够回复正常 这个全世界性的 这个经济啊 能够回复正常啊 至少五年 这个也是 构产的 但是 也是一个好处啦 所以这个我们共修啊 非常好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先跟这个 我们越南同修 说一声对不起啊 因为 这个我没办法 跟大家 直接翻译 所以会这个 以缘的障碍 希望啊 我们雪梨同修 能够把我所讲的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跟大家分享了 希望你们跟 燕南同修 来分享 来分享一下 昨天跟大家谈到这个 恒州 就是恒山的这一代 恒山啊 就是恒州 就是现在的中国 湖南 湖南 衡阳 这一代 这一代的人会念佛呢 而且念佛的人 往生成就的很多 只是没有记载而已 是被谁影响的呢 就是因为王达典的影响 王达典 王达典你看 他认识佛法才三年 而且念佛往生的境界很高 影响整个恒山这一代的人 几乎都是念佛的 那今天我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的期望啊 就是我们雪梨尽忠学会 你想一想 我们在雪梨 道场真真来专修 专宏净土的 专念这句阿弥陀佛的 我看只能只有我们雪梨尽忠学会 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的 我的期望是什么呢 希望我们的统修将来能够做一个好榜样 这个是我的期望 能够带一个来带众大家 希望将来我们雪梨这一代 雪梨尽忠学会这一代的 能够把这个念佛的风气 能够带动起来 然后呢 从我们自己专修净土的 专宏净土的 专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 希望我们雪梨尽忠学会来带动 那要带动 首先呢 我们必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念佛的好样子 如果有一天我们寿命到了 能够预知死至往生西方净土 就是证明说 给大家说阿弥陀佛西方几个世界 是真的不是假象的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这种的瑞相 这种的庄园 我相信雪梨这一代 对于西方几个世界 对于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那真的不可思议了 这个是我的期望 可能十年二十年 可能吧 十年二十年 现在只是看到了 看到了一点点 但是还没纯净 它能真真纯净的 缺少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念佛的好样子 佛弟子的好样子 这样应该做出来 从我们的家庭做起 然后扩大到社会 从社会里面我们慢慢来做一个好榜样 学佛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不是迷信的 大家必定要共同这个理念 我们必定要共同有这个愿望 我们将来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今天要念佛 要发愿求生净土 但是我们也要影响别人 虽然我们也没有说法 但是以身来说法 这个功德很大 像那个王打铁 每天都是打铁念佛 到最后视线给大众看 你看 一视线给大众看 度了很多的人 上千上万的人 念佛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你说这个功德都大不大呢 你度一个人到西方几个世界 等于是度一个人去成佛了 这个功德太大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件事情 我也想问大家 我想问大家 等一下最后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是怎么解答 怎么样来为这个居士来解答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件事 问你们 管师兄 老蔡 老华 还有我们美国的同兄 还有一个一个 我认不出来 我现在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学佛可能学了好多年了 超过十年 超过二十年 或者刚刚学佛五年 我现在问你们一件事 学佛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老蔡 学佛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那你学佛是白学了 这个是我最近发现这件事情 我这一生必定要做 学佛的好处 你不要跟我说 师父我学佛之后我脾气改了 我学佛之后我懂得怎么布施 我学佛之后我怎么样来对待别人 我学佛之后我怎么样能够来学习 你怎么样种种的一些断恶修缮 你不要跟我讲这一些 大家必定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 就是因为有一桩事情他要做的 如果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 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 世间的宗教 世间的这些圣诠 都能够做得到 佛不用讲 佛不用讲这些 佛要讲的就是这些世间人的宗教 包括这个天主教的这些 世间的这些宗教这些圣诠 他们做不到的佛才来讲 他们做不到是什么 超越六道轮回 世间的宗教他们做不到 大家必定要知道 佛 会讲的 跟我们一般的世间的宗教 一般的世间的圣诠 他们做不到的佛才会讲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 我们念佛 学佛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这个我们必定要有个答案 从你的自信 从我们的亲近心 流露出来的来解答 我们学佛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怎么不说 知道吗 我也要听你们讲啊 第一个好处就是心安 那个心安 那个心安很难保持 看你的智慧 这个世间的一般宗教能够做得到 自在 蛤 自在 每个宗教都能够自在 你不学佛也自在啊 哎呀你不学佛 你身体会懂得怎么样保 保健身体啊 看你的上根啊 看后方向 每个宗教都能够叫我们放后方向 成佛来看因缘啊 成佛来看因缘啊 离苦得乱 怎么离苦啊 开心 哎呦 你们解答为什么有这种的解答呢 哎呀 看透 我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到这个世间啊 我们这个身体叫做什么身体呢 叫做夜报身 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夜报 为什么称为夜报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不自在 不平安 有时候过得很辛苦 不能称心如意的 因为我们有命运啊 你有明白吗 你在这个世界能够过得心安 这个不错啊 但是有时候我们跑不了我们的命运 因为这个命运都在控制住我们的生命 你大家你去想一想去思维一下 经脱路更深一层 你得想 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称为夜报身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有命运的 这个命运就每一天都控制住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的生命啊 做不了主 那你学佛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夜报身 欢成什么呢 叫做愿力身 这个就是学佛的第一个好处 好处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里 什么叫做愿力 发愿的愿 力量的力 身体的身 这就是愿力身 这个愿力身叫做什么呢 就是呈验再来的 像释迦摩尼佛 大悲心愿力 它是呈验再来的 你不会被这个命运控制住了 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命运 不一样 你到这个世间因缘到了 我的缘分到了 这边的众生已经到了 我要到别的地方 我会有自由自在啊 我们学习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 就是要得到这种的境界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道德 我们要把我们的智慧 看更深一层 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讲讲 智慧于人生 要不要把我们的智慧扩开 怎么样 更看更深一层 我们到这个世间真的是夜报生 不自在 不自由 每一天都被这个命运控制 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的 第一个好处 就是要得到愿力生 这个身份 因为你的夜报报完了嘛 你报完了 你哪有这种的命运的控制啊 你是呈验再来 呈验再来 随时随地你要到哪个国土 你都有这种能力 自由自在啊 多好啊 像释迦牟尼佛 称为千百亿化身 本是释迦牟尼佛 道理就是在这里 学佛的一个好处 就是要转夜报生 成为艳丽生 我们必定要学 所以我 我也喜欢啊 古人常说一句话 有些我还是特别感谢释迦牟尼佛 如果今天释迦牟尼佛没有为我们特别开这个法门啊 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方向要怎么走也不知道 要感谢释迦牟尼佛 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他 所以我们才明白啊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苦苦苦苦心 为我们 来开这个 这个特别的法门 让我们将来到西方级的世界 而不到西方级的世界能够得到这种的身份 那个真的不一样 所以非常感谢他老人家 如果没有老人家的指点 我们今天不知道该怎么修 真的不知道